為了解決長照住宿缺口問題 衛福部將在全臺88個資源不足鄉鎮 獎勵興建平價的公共化住宿市長照機構 共計4000個床位 不過民間團體擔心 到時若市場供需失衡 恐怕淪為文字館 臺灣已經邁入高齡社會 不過長照床位缺口 卻高達5萬多張床 因此衛福部打算在5年內投入50億元 在全臺88個資源不足鄉鎮 獎勵興建公共化住宿市長照機構 共計4000個床位 不過有民間團體批評 政府本末導致錢亂花 如果市場供需失衡 恐怕淪為文字館 既然那邊是偏遠地區 占床率那麼低 所以為什麼之前私人機構也沒有設 法蘭機構也沒有設 然後這個公辦公益也沒有設在那邊 那就是因為你設了空床那麼多養蚊子 民間團體認為長照家屬需求 是離家近可以長去探望 但是現行長照法卻禁止社區新設立私立小型機構 完全背離在地老化的精神 而且都位區寸土寸金取得土地不易 法人大型公共化住宿機構 勢必得到更偏遠的地區才能設置 到時家屬得被迫將長者移到外縣市安置 而這些衛福部平定認定的長照資源不足區域 包括台北市信義區 新北市貢寮區等三區 苗栗縣厚龍鎮等十二鄉鎮 台南市柳營區等十區 嘉義縣梅山鄉等八鄉鎮 衛福部強調這項政策是經過當地人口評估 有意願提申請獎勵的單位都會經過專家審查 而且這些建物不只能當住宿型機構 也可以視當地需求成為當地日照中心活動據點 絕對不會淪為蚊子館 記者來順便講龍翔 台北報導